法国北部大城里尔的火车站 暑假周末出现人潮 准备搭上一欧元的平价 去兼列车 到敦克尔克等滨海城市度假 不老稀幼的大家庭 年轻穷游的学生 失业的单亲妈妈带着六岁儿子 开心享受负担得起的一日游 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到达敦克尔克 还有免费接驳车直通海水浴场 孩子们迫不及待踏浪溪水晒得红彤彤 为夏日留下美好回忆 这个暑假一元车票计划 是由上法兰西议会补贴 今年直到8月27号 都能用它轻松前往雅眠 参观圣母院大教堂 到滨海部落涅参观大型水族馆 或者到家来感受港口风情 暑期优惠行之有年 在近一年来物价高涨的经济压力下 特别受用 另外在巴勒斯坦加萨走廊地区的孩子 欢乐暑假更是奢侈的梦想 当地常年遭到以色列经济封锁 不时发生军事冲突 联合国在当地难民营 举办欢乐夏令营 所有家庭不分经济状况 都能把孩子送来 在四个礼拜时光里 跟同伴们一起唱歌跳舞 运动游戏 学语言 做美劳 暂时忘却生活中的艰苦 专心享受童年 联合国进东救济工程处主要帮助中东地区三百万巴勒斯坦难民 在加萨地区设置了284所学校 雇佣当地民众帮助29万名学生受教育 以巴冲突 周二复始无解 当地将近四成儿童都出现心理功能障碍 他们希望夏令营多少帮助儿童身心平衡 活动也为加萨青年创造了大约三千个短期就业集会 公新闻 社会整理